使徒约翰说这部福音书的目的 是让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约翰通过记述这些历史事件 奉劝我们相信并信靠耶稣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了你的罪 担负了惩罚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谈听我话 又信那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是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我们需要同意耶稣的话 我们得罪了圣洁的神 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过失 无论他们看起来是多么小 我们需要完全相信这个事实 耶稣为了救我们脱离因罪而导致的死亡 付出了完全的代价 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我们真正地相信的时候 神就立刻把永生白白地赐给了我们 当使徒多么亲眼目睹这个事实时 他只能惊呼 我的主 我的神 现在 如果你愿意 你需要做下面几件事 你就可以与神和好 我承认 我得罪了完全的神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把我从罪中完全救赎出来 我靠着耶稣 为我的罪所付出的代价 得到永远的生命 并且得以毫无瑕疵地 站在神的宝座前 我的主 我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